仰光鐵路工人聚居的社區被大批警員封鎖對外道路 这个鐵路工会早前号召全国罢工 试图瘫痪缅甸经济 有人说军警试图搬走障碍物和威胁开枪 据捕已经有几个人被捕 有人求救也有居民执包服走 仰光其他地区也有搜捕行动 据捕再有人纵实弹受伤 至少200个人被捕 第二大城市曼德勒都有警民冲突 示威者后退 用专阵阻挡 在北部城镇麦芝那 星期一有修旅跪求防暴警察停止镇压 说宁愿以自己的命来交换 但军警之后继续向他身后的示威者开枪 据捕当日造成至少两个人死亡 缅甸乱局持续过几月 昂山素姬所属的全国民主联盟 在星期二宣布已经解散的上议院 以掌曼温海丹会做处理副总统 执行被击押总统温敏和昂山素姬的职务 时隔一日曼温海丹的住处被军警突击搜查 Google公布终止了多个和缅甸军方有关的账号 包括电邮和YouTube频道等等 有线电视记者绿子情报道